来 除此之外以后啊 你接着来看一看啊 我还在补充几点 一个是这个SET ATTR 我可不可以设定的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指设定的 还是数据属性啊 我可不可以设定一个函数属性 可以吧 那我设定函数属性 你说设定到哪去了 B1我给他设定一个函数属性 叫什么呢 那放开他 我后面是不是要写在代码啊 对不对 那写代码我可以写上这个匿名函数吧 可以吧 那我可以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X然后X加1 那是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自加1 一掉之后还是是不是就完成一个加1 加1一个操作啊 那你看有没有加进去 这些东西我都给你注视一下啊 来看 有没有加进去啊 加进去 没有 加进去了吧 这是内蒙这是什么 这是A.2 你另外是不是加了一个 还是数进去 对吧 对吧 好那那调用的时候能不能调用 能吧 那这调用怎么调 逼一点放开是不是就找到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找到了 确实肯定能找得到嘛 这有什么好疑惑的呀 没问题吧 那找了套它是不是就直接运行就行了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啊 这有没有问题这么运行 你需要一个菜式对不对 是不是需要一个X 完美了 加一个10不行了吗 好完美 进去是不是进去10加1 10亿了 他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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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 怎么没包碗啊 来来 prent他一下 他是不是有一个返回值啊 我擦怎么也行啊 完美 是完美啊 对了怎么回事 你逼一点放开他 首先是不是找到他 找到他 是不是加快运行他 怎么怎么 他传的是谁进去 谁进去 你看我再给你换一顿行事啊 来你看哈 这家如果传一个 我可不可以定一个参数名去叫self 可以吧 可不可以 就是一个参数名吧 就没其他的吧 那再来一个self 然后加什么东西 可以玩一个字符刷拼接吧 可以吧 那我下面你看 我再调这个这个 这是放开的1 好不好 来 看有没有加进去 先说 有没有加进去 加进去了吧 那我想运行他呢 第一点放开1 这家括号是不是就运行了 是不是少过参数 参数是谁 是不是传自己就行了 你运行 不错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为什么什么情况 你b1传到哪了 是不是传给他了 你这个是不是self对象 是不是拼接字符串了 咱要完成是不是名字拼接啊 那是不是点name啊 对不对 1运行 来 他是不是有个反馈值 打印一下他 放个他1 是不是就名字拼一个傻逼啊 对是不是完美 没问题吧 好 就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 怎么说呢 可不可以给他加函数属性 可以吧 要注意一点啊 注意他这个东西啊 他调用的就是自己的啊 然后 来接着来看 来 这个反射 看上面有没有东西了啊 没了 没了完了以后来接着来看 为什么用反射 这是大家关注的点吧 学了半天啊 为什么用反射啊 就是上面这些东西就 是不是都是反射 是不是全都反射啊 反射的增山改查嘛 对不对 什么叫反射 反射不就是自省吗 自己找自己嘛 是这意思吧 那到底为什么用它 在哪用呢 你来看 两个程序圆 一个叫Alex 一个叫Egan Egan Egan 你不知道啊 Egan 有英文名的啊 有英文名的啊 我这个英文名取自于什么东西 取自于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Basey Egg Basey Egg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盲个蛋 盲个蛋嘛 不是这个意思啊 肯定不是叫盲个蛋 就叫Egan Egan是我媳妇给我起的 但是我一直怀疑她 她是依据Basey Egg给我起的 这个是Egan 这个是Egan Egan Egan在写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 你一个程序 是有很多人 是不是一块写的啊 一个一块写的啊 Egan Egan在写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用到Egan 写的一个类啊 但是这个Egan呢 就是 陪她女朋友去度Mia去了 是不是这个类 是不是还没有 没有实现呢 可能就定义了一个Kalas 就完了 就定义一个Kalas类名 是不是就完了 完了以后 Alyx是不是要用到他 就你们公司 你们公司的什么项目经理 是不是 下面有两个员工 一个叫Alyx 叫Egan 给他俩分配好工作 你就来写这块功能 你负责写类 你负责来干什么 Alyx负责来写 写一点逻辑 基于类来的 有点逻辑 对不对 那写类现在是什么事 是不是 他俩是不是要配合着工作 但是Egan跑了 对不对 都灭去 你不能不让人请假吧 对不对 那Alyx的工作 是不是没办法进行了 是吧 是没办法运行了吗 这时候就用到了反射 用到他想到了反射 使用反射机制 Alyx可以继续完成自己的代码 等Egan都蜜月回来以后 再完成自己的定义 自己的定义 只要定义完了以后 就是具体怎么实现 直接边边关注 来看啊 首先Egan来 定义了个什么 FTP客户端 可不可以 定义客户端 这是来干什么事 这是FTP客户端 完了以后 我是不是只定义了一个 是不是出处挖钩的函数 那完了以后 FTP客户端你想想 你用过FTP吧 没有 我去 没用过呀 没用过呀 没用过 那你用过 没用过 用过QQ吧 没有 没用过呀 那你怎么上了课 你告诉我 我上课的代码 你都练练了吗 没有 你牛逼 你牛逼 来 你FTP客户端 是不是应该有上传下载这种功能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是不是Alyx根根本就没写 对不对 没写吗 没写呢 怎么办呢 Alyx是不是作为一个使用者 是不是要去用这个客户端 去写代码吗 那Alyx怎么办呢 根本就不影响Alyx代码的书写 Alyx直接怎么办呢 你看 是不是直接F1等于FTP client 是不是进行实力化呀 传个什么进去 是不是IP地址 ID.R传进来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进行一个实力化 是不是得到一个实力 F1 那拿到这个F1 比方说我要完成上传功能 你正常的思路你应该怎么完成 正常的思路你怎么完成 没学反反射你正常想到的思路是什么 我有了F1这个实量实力是不是相当于拿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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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不是一个一个实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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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啊 这个对象下面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供一个方法叫上传对不对 就调用这下面的put方法吗 库二是不是写上传入参数 传入你要相传的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进行算出来了 但是你想如果直接这么调用 现在会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会报错 因为F1根本就没有put这个方法 F1是不是用FTP client这个类来的 这个类根本没有给你提供这个方法吗 那你是不是根本没办法去调用 是不是这意思啊 能想通吧 我就不用写了吧 好 那时间不了怎么办 那它的代码是不是没办法继续写了 是吧 但是有了反射就不一样了 有了反射你看它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提前先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是不是F1里面到底有没有get这个属性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这个值是不是处 如果是处意味着是不是 Aigen是不是实现了这个方法 一旦它实现了我怎么办 get的地下是不是从这下面是不是获取这个 属性啊 那属性是不是就是一个函数的内分地址 我是不是复制给F 就是放给它get 有了这个内分地址 要运行这个函数会运行吧 怎么运行啊 是不是加个画法直接就运行啊 是这意思吧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是不存在此方法 是吧 还是可以继续写其他的逻辑了 是这意思吧 你看会不会影响Alex的工作 还是不知道啊 打电话问一下有没有啊 他就知道就明确的就知道没有 就知道没有啊 但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 这么设计的好处是不是就在于 他两者之间是不是就不用不用等啊 是彼此之间的工作是不是互不影响 是这意思吧 Alex 根本就不管你get的方法怎么实现的 我是一个使用者 我要用你的逻辑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这种情况吧 哎呀 我觉得 还是得给你演试一下 有不要演试吗 你老多人不说话啊 有有有 来你看哈 这个比方说这个文件是谁开发的啊 是我开发的 行不行 可以吧 然后完以后是不是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谁 Alex写的 他写的是不是一个 他作为一个使用者对不对 Alex 使用者 他要写什么东西呢 他是不是首先是不是要导入我这个模块啊 导入我这个模块怎么导入啊 ft 又给自己挖坑了哈 这个名字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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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ftp -client 好吧 来我导入是不是就是 from ftp 啊 client 然后import 导什么 导入我那里面的类就行了 我一定的client里面定一个类就叫他 导入他 来导入他以后 是不是我就可以用他来做实力化了 F1等一个ftp client 然后里面传一个IP地址 进去啊 那进去正常逻辑不是F1.put吗 对不对 上传 上传功能哈 那直接运行 他会做什么事 是不是没有put这个方法 对不对啊 就是我一实力化 你看他在他这里面写的什么 一实力化给我打印一下 正在连接服务器 跟你IP地址 然后是不是传一个ADDR给他 就什么事也没做啊 完了以后 不能这么写啊 但是Alex的工作不能停 于是他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简单来一个判断 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F1 下面到底有没有put这个方法 如果有这方法 我是不是可以get的到 对不对 我可以get的到put方法啊 然后得到了是不是一个函数地址啊 放个他 get get 等于他 那有了函数的内存地址 是不是就可以加括号 直接运行了 是这意思吧 啊 但是现在这段逻辑会执行吗 是不会执行啊 但是仍然不影响Alex的工作吧 Alex是不是会接着进行IOS 其他的工作 对不对 进行其他工作啊 就其他的逻辑 是这意思吧 然后可以888 是不是接着往下写了 你看这时候我这个代码的疫情就不会报错了 是不是连接服务器 然后完全是不是进行的是其他作截 对不对 然后某一天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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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Igon呢我休假回来了 好吧 过了三年 休假回来了 好 然后完了以后 是不是 是不是 他是不是开始想到了 他还有一个项目没有完成呢 Alex还在那等着呢 对不对 那他就来写了 是不是 带着儿子回来了 生了个小黑痕 小黄神生的小黑痕 对不对 好 这个来 正在 上传文件 不上 他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正在上传文件呢 他的功能假设是这样实现的 可以吧 那你再来看Alex的程序运行 是不是就直接执行这个上传呢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可插拔 可插拔式设计 你看 什么叫可插拔呀 是不是根本他现在 是不是他就不用管他 等到后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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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FTP client 给他插了一个 是不是POOT方法 是不是那边直接 是不是就能用了 对不对 这就是 反射的应用场景 反射应用场景 为什么用反射 我问你 Alex回来把那个 FTP client 这个类名字给改了 类名字给改了 什么意思 你又在想什么乱成玩偶的东西 好 大家忽略他的想法吧 有什么问题吧 你想什么 你说 到时候 到时候Alex回来 把那个 把谁 是不是 问着问着自己 就懂了 我这样见得太多了 来 就经常有那个 拖铲班的 问我问题 这开始我都花大篇幅 给他们讲 后来我就问 问的话我就先 先先先先 先量他一会 量他一个星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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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量他一个小时的 之类的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 然后他一会他自己 他就回复了 哇终于想懂了 对不对 你们写程序也是这样 你们要不憋呀 你这个东西永远 永远不是你的 对不对 就包括这个你写作业 你发现你老写不出来 老写不出来 你就一定要憋 脱铲班的都是憋的 作业布置的老男了 他时间不了 他就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做 做做做的过程当中 他对代码就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熟悉 他就会了 懂懂吧 你要是 对不对 你要是作业还没写呢 你就想直接来 拷贝我的这个讲解视频 回去一看 你貌似也会写的 对不对 但是你跟别人的境界不一样 懂懂吧 你就看 不要 来 你看这个这个证件文 对不对 咱班长 经常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吧 他跟你们讲的过程当中 他跟你们的离异层次就不一样 你别以为 他他他他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证件文傻喇叭叭叭的 交了钱 来帮你们给你们讲课 对不对 他他人家讲一遍相当于 这个这个不仅仅是学了两遍的问题 讲一遍 跟你自己学会了是两回事 你现在会了你能讲出来吗 能讲出来吗 讲不出来吧 对不对 但是面试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说出你会的知识啊 就这意思哈 面试没大家再一个说一下 面试没大家想那么难哈 没大家想那么难 面试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面试你那个人的水平的高低 对不对 你要碰到一个面试官 对不对 他会的也不多 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了哈 来 好 来 咱接着来看哈 接着来看 看一个补充一个知识点 补充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呃 补充一个这个动态导入模块 啊 之前咱是不是提过一嘴啊 是忘记了 就有时候你的模块名 是不是可能传过来是一个字符串啊 你可能是经过一大堆的这个逻辑处理 最后得到一个这个字符串数据 这个数据里面包含的是你的模块名 你想要导入它 是这意思吧 但是导入模块 模块名是必须是文件名 是不是不能是一个字符串啊 对不对 对吧 你看你来导入模块是不是都是这样导入的 是不是直接写一个模块名 是这意思啊 假如模块是一个字符串呢 你就不能导入它了哈 你就不能导入它 你得换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哈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 比方说我有一个这个东西哈 m1 啊 下面有 有这个这个这个t1模块吧 t模块 t模块我这边定定义这个函数test1 好 printer这个test1 好 这是test2 那我要让你在哪个文件当中啊 在动态导入这个模块当中是在哪 是不是它呀 它跟谁是一个级别的 是不是跟m1是一个级别的 我现在要让你导入m1下的t模块 你怎么导 怎么做呀 怎么做呀 from m1 import t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么做呀 from m1 相当于做这件 什么是 拼接了一个路径 m1下的t这个文件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啊 当时讲的哈 相对路径就相对于你当前这个文件的路径 当前这个文件是不是 动态导入这个模块啊 啊 对中毕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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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路径啊 那这个是咱之前讲的东西 我现在的问题是 不能这么导入 假如你来的是一个字符串 啊 你来的是一个字符串 什么东西呢 m1.t这个字符串 点t 啊 你也可以直接导入字符串 怎么导入呢 怎么导入 --import 都说过吧 没有啊 来 直接传入的是一个 字符串 然后完了以后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来看哈 啊 model t 等于它 来 有了它以后 我给你打印一下model t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块啊 对不对 我导入的不是m1.t 我不是导入的是t模块吗 对不对 那它怎么给我显示的是m1呢 是个问题吧 你来看哈 你来看哈 这个这个这个 比方说我要导入 我不导入m1 我导入一个其他的 用字符串的方式 你会不会导入 啊 m等于 刚刚 import 比方说我要导入什么呢 当前目录下来 就就就就这个 dick的py是干什么事的 一个一个循环呢 啊 就就它吧 就它吧 来我要让你导入这个dick的 你之前学的导入怎么导入的 import是不是dick的 那现在假如传过来的数据啊 传过来一个字符串 dick dick 那我要让你导入这个模块 你怎么导 是不是杠杠import呀 杠杠import就需要把字符串传进去 啊 不字符串传进去 它会从字符串当中提取你的模块名 最后拿到这个模块 m等于import 那你来看 给你打印一下m 你看 是不是你一导入 它是不是立马会执行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啊 对不对 导入的过程不就是执行文件的内容吗 然后完了以后 它显示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dick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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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模块啊 是这意思吧 就来自于哪 那你看完这个以后 你再来看上面 你再看上面 来你的疑惑是什么 你来说 上面是不是它呀 对不对 我导入是什么 M1RT 对不对 我导入是什么 T模块啊 但是最后给我返回的是什么 M1 是不是M1 没问题 就是这个特点 就是甭管后面套多少层 套多少层 是不是都是点的方式 可能T是不是也是一个目录 你是不是点点点的方式往下走 对不对 甭管你套多少层 最后返回的实际上都是 最顶层的这个模块 你拿到了这个model 这个值就是你最顶层的那个模块 懂什么意思吧 那拿到它以后 你想要调用 M1下的T文件当中的test这个函数 怎么样来调 你的想法 你的理解是 我model.t不应该直接定位到t这个模块了吗 是这意思吧 那定位到t这个模块 我是不是怎么办 t模块里面是不是有这个test1方法 那我是不是调用test1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这样理解吧 对不对 那你来看哈 我一进行 什么小块 他说什么 他说model1 这个M1没有attributetest1 什么意思啊 他下面是不是没有test1 并且他是谁 他是不是M1啊 也就是说 你使用刚刚 import 首先 你是通过字符串的形式在导入模块 其次 你导入那个模块 只是最顶级的那个模块 你拿到是不是只是最顶级的模块 是这意思吧 你要往下调用 不能这么去调 你怎么办呢 你得排着写M1 他是不是M1 M1下面是不是有t t下面是不是有test1 是这意思吧 就是在运行 没有问题吧 可以吧 这是这个东西啊 那你这个 会执行t的代码吗 t里面的代码 不会执行啊 我在t里面打印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呢 是这个 如果导入 导入的时候 他打印了是不是 就意味着我导入的时候 是不是他执行了 对不对 执行了 执行了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他会执行t 但实际上拿到的 是不是就是顶层的那个模块面 就这意思啊 这个位置需要你注意一点啊 这是他底层实现机制 就这么实现的 完了以后 我还临时想到一个问题 我要给你补充一下 就是 就是咱上午讲的一个 是不是封装私有的属性 怎么样去做的 怎么样 封装私有的属性 是不是一个横杆开头的 跟两个横杆开头的 对不对 一个横杆开头 是不是就代表私有的了 是这意思啊 你来看啊 如果我 我把t1里面的这个t2 是不是也算做一个属性 对不对 我给他加上一个横杆开头 意味着t2 就在t这个模块里面 t2是不是私有的 对不对 你如果这么做了以后 你来看啊 我把这几个注视掉 这个不要了啊 好 你这么做以后 你看啊 我要让你这个 from me import 有一个 你学过一个星儿吧 星儿代表什么意思 星儿 是不是代表导入所有啊 来 你看啊 这个位置先不加它 先不加横杆 来 导入所有 是不是导入 m1.t 我要让你把m1.t t模块里面 所有的这种功能 都给我导入到当前这个文件当中 啊 这样实现的效果 是不是把t 这个模块当中 t1跟t2 是不是导过来了 那导过来以后 t1能不能运行 可以啊 可以啊 别看这个标红啊 标红是这个pychum 末日没有导入你想要的 那个环境面量 来你看 是不是执行了 这个标红代表什么东西呢 代表你你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是属于 那个 不在环境面量里面啊 所以这个 pychum pychum 会给你标上红啊 这是pychum的问题 来 如果 我在这个位置 把t2前面加一个横杆 是不是代表它是私有的啊 你再来看 我再来调用啊 什么 他是不是t2没定义啊 也就是说 对于模块来说 你如果把模块里面的属性 加上一个横杆开头 那它就不能在 import型的时候被导入 懂什么意思吗 好 但是你来看啊 这个不能import型不是什么 我之前跟你说过 python是不是没有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是不是限制 我这个位置 直接导入t1 导入下滑线 t2 可以吧 那这个位置 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得调用下滑线 t2啊 这是不是就是它的本尊啊 那你看能不能只行 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知道 要知道这些区别 python根本就不是在真正的限制 你啊 它只是通过某种约定 约定 来来来 达到这种效果 来这个 这个还没有完哈 咱们说完一起 还有一个是导入这个 就是一个 利用一个模块的方式 利用一个模块的方式 去完成这件事啊 你可以这么去做 这都注视掉了啊 你可以这么去做 import一个叫import lab 好 有了它以后啊 咱可以import lab. 叫什么东西呢 import model 在这里面 咱想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是不是 以字符串的形式 是不是来导入一个模块 对不对 以字符串的形式 来导入一个模块 现在我还要让你导入 M1下的t模块 你怎么写啊 是不是得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的形式 M1下的t 对不对 那它拿到的是 复制给一个m 你来打印一下 m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 这是什么 这什么 m1.t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让我惊奇了 来 看 这是不是这种方式导入 跟那是不是我这种方式导入 你来看 我给你看它俩的 它的区别 来 你来看 是不是刚刚Import里面是不是一个字符串形式 ImportLab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字符串形式 它俩是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俩的结果我是不是都打印了一下 它俩的结果你来看 一个是什么拿到的是什么 拿到的是不是顶级的那个模块名 另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就定位到你想要导的那个模块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有了这个M以后 你再想调这个这个M是不是就是T 是不是就是T啊 那我想调用T下面的Tesl1 可不可以这么写 还用M点T下面的Tesl1吗 是不是就不用了 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定位到T了 M本身是不是就是T 所以说你现在在写啊 能不能执行 是不是就执行了 对不对 那那个那个第二个呢能不能运行 第二个什么 是不是横杆Tesl2啊 能不能运行啊 可以运行 可以运行吧 是不是可以啊 加上横杆开头 是不是只是在AIMPORT星的时候 不能被导入进来 懂什么意思吧 好来把这个抓紧时间练一下来 好来吧 好来吧 好来吧